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媒体人于波红 爱情有时候就是要经历风雨 熬过去了你就能看到属于你们的幸福爱情 能看到彩虹了 谢谢于老师 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掌声 有请我们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情感嘉宾 欢迎他们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队情感嘉宾 陈先生 三十岁来自辽宁 萧绍 蔡女士 三十四岁来自北京 金融投资师 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接受不了对方哪些缺点 他没有上进心 然后大男子主义还特别要面子 我对他的付出他也不认可 他总爱强迫我 让我变成他喜欢的样子 我思想包袱很重 压力特别大 你对他有怎样的期望 已经没有期望了 更多的是失望 他应该有自己的事业 而不是佛系躺平 我希望我们能一直走下去 他能接受最真实的我 慢慢的好好相处 一个有期望 是希望能一直走 一个压根连希望都没有 全失望 你俩先说说 你俩现在是啥状态吧 是谈恋爱是吧 对 还在相处中 还在相处中啊 恋爱多长时间了 不到一年 现在就是相处上面出现一些问题 他很幼稚 然后没有上进心 现在就处于一个躺平 然后安于现状的状态 然后跟他相处上有点累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 我这份感情 还要不要再继续下去 那你俩是咋认识 我俩是在一个 投资峰会上认识的 然后他是跟他老板 去参加这次会议 我这边是项目方 他们公司对我们项目感兴趣 就这样加上微信 他说你没上进心 你觉得你有上进心吗 这个我肯定是不认同嘛 毕竟我现在也有正式工作 然后我一个月也挣个 一万兰块钱左右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就没有上进心吧 可能我们之间这个收入 有一点相差 但是我也没有啃老 我也没有说是啥也不干 我还上着班了 也对 你希望他咋样算是上进的 就我们现在都三十多岁了 我觉得更多的经历 就是在工作上面 有一些想法 就对自己未来的规划 也有一些想法 但现在他都没有 然后基于我工作呢 我这边有一些机会 然后还有一些资源 我就说会给他提供一些 前些日子 就是我有几个投资人 然后人家也有这方面的意向 我说这不是挺好的一机会吗 我说大家一起坐下来聊聊 他当时也答应了 然后到那天我就组了一个局 然后这饭还没吃完呢 人家跑了 那啥呀 他就说我的这个朋友 这投资人看不上他 对他说的这些项目 一点都不感兴趣 但是人家没有这个意思 不首先来说是这样 这个局呢 我本身我是不想去的 他觉得我跟他差距有点大 他身边朋友呢 都是这个有头有脸的老板 给我带出手没面着 打着让我提升的旗号 带着我去见这个见那个 其实我本不想去 那饭局有什么可参加的吗 他理解错了 当时提前去的时候 我说咱们要去谈 你准备点材料 怎么想的都罗列出来 弄一个文字性的东西 然后到时候一起谈 他就说不用 他说他跟人家口述就可以 但是到了跟人谈的时候呢 人家一问 一问三不知 然后越问他越不耐烦 他没准备充分 那你知道他其实压根都 去都不想去吗 他一开始是想去的 他一听我说让他准备一些东西 他就不想去了 是这样了吗 当时我没合计他真主犯局啊 我以为他是随口一数啊 所以其实打心眼里面 你压根不认同他的这个方式 对吗 对但没想到他真往那落实啊 我为什么老给他提供机会啊 就是他想法特别多 但一落实到实际上面 他就虎头舍尾了 之前他也跟我说 他有一些骑行队 就是车友队 他每周都会去骑行 然后他就发现 这些骑友的车呀 有损耗 然后他就想 这块是一个商机 他就想做一些关于自行车 或者是骑行服这方面的小生意 我一想他有这个想法不挺好的吗 我也支持他 当时我也挺开心的 我还给他转了一万块钱 我说那咱们就做吧 然后后来呢 没做几天 人家又不做了 就这个也不是他说的不做啊 首先来说 做这块呢 我是拿他当副业来做 我做个中间上赚个差价 一个月能做一点呢 试一点做不了呢 那就算了 是一个业余爱好吗 但你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那你之前总是说 让我创业创业 我现在不想创业 我经过了一次失败 我没有从这个一买中走出来 我现在就想做点安安稳稳的事情 没有错 你老这么催我 我很难受 而且他很多经历都放在一些 无务正业上面 比如他还买彩票 一买就买二三百块钱的 我就说这些经历 他能不能去想想正经的事情 我给他创造一些机会 他能不能就是仔细的去想想 这个机会咱们怎么把握住 说白了就是他们两个人 现在对未来的人生规划 和目标不同 刚才说的那些特项老板 和那个员工的那个规划 没啥感情事 咱说点感情上的吧 在一起这一年相处的怎么样啊 他现在把大部分的精力 都放在他的骑行上面了 他现在有一个骑行队嘛 他每周组织一场骑行活动 然后我呢 又是周六周日休息 他就合理的把我们俩 能够共同相处的时间 就安排自己的事情了 有一天周六我说 咱俩去看个电影吧 他说我已经跟人家约好了 要骑车 我说那你就去吧 你骑完了到时候再找我 咱们晚上再看 他也答应了 但是到了那天呢 我一直等他 等他到晚上了 他都没联系我 中途我还给他发了一个信息 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都没有回应 然后我就生气 我就自己去看电影了 到了我电影散场都八点多了 他才给我回电话 他说他骑车 一直没看手机 然后后来人家车又坏了 他又给人修车 他礼拜六日去骑行 你为啥不跟他一起去呢 这多好的促进情侣关系 我劝他骑 他不骑 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一块 说白了 其实爱好不相同嘛 然后也不愿意去尝试 行 还有啥其他的矛盾 他现在还和一个女生合租 不是 这个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这个跟人合租 我不知道谁会来呀 前一个人走了 后一个人来了 那不是我能定的呀 但是我跟他说过 因为我在北京 还有一套闲置的住所 我说不行 你就先去我拿住吧 然后我也能帮他 就是减轻一下 住房上面的压力嘛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人家就不愿意 首先来说 我这边叫了房钱了 我现在退不出来 还有就是他那套房产 离我上班的地方 实在是太远了 我早上要倒了三段地铁 我才能倒 实在是不方便 那这些方便行 都可以说得通 但是他还平时给那个女生做 减脂餐 制定一周的食谱 他都没给我做过饭 合租的那个女生吗 对 这不是说我给他制定 因为我自己健身 我减脂 然后那个食谱是我的 然后我们合租是这样 平攀水电费 这个女的呢 经常不在家 一个月可能在家 也就十天左右吧 那基本上水电费都是我用嘛 那就是说 我在别的上面弥补一点 他就看着了说 哎你吃这个 要不你给我带一下 我说那就是 天窗筷子的事吗 也没有什么麻烦的 不是 有的时候我去他的住所 去找他 这个女生也在 我去了就跟我是客人似的 他们俩就招待我一样 那天我去了以后 就看在桌子上面 有他们俩吃剩下的这些东西 然后那个女生就说了 那个陈儿 你去把这个收拾一下吧 就他使唤他 比我使唤他都上手 就是让我心里面很不舒服 这个当然不舒服 这个绝对没有一个女生 会感觉到舒服 这个不像 不是他说那样 就是说你说你吃完了 我就顺手把东西收拾了 这个有 但至少说明你们两个人 一起在吃饭 是 那您说 自己的女友来了以后 难道 没有看到桌子上 有一瓶醋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跟这个女生 就是哥们 我们关系好 人家有需求 我就帮一把 他就是这种性格 他就是对谁都跟中央空调一样 然后包括 他就老给那个女生修车 那个女生车老坏 老找他修 然后人家男朋友都过来找他 跟他宣誓主权 人家是有男朋友的 你离他远点 他还不以为然呢 你这是太敏感 就是我们一个七星队出去骑车 人家女生撤坏了 我是组织者 或者是旁边人 因为他有男朋友 就所有人都不管了 就都走他自己 他没想来找你啊 他自己在那 对啊 不是您的女友敏感 是别人的男朋友敏感 不他男朋友就是那天 回去晚去接他一下 哪不是敏感 对他永远就是 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给他说一个事情 他有一千个 一半个理由在等着我 女人员这么好的 对 他就是中央空调 哪中央空调 那明明是对你最好嘛 你对他怎么好了 我到现在没听见 那之前他 他在他最低谷的时候 不是我去陪着他吗 一点点陪他走出来的 对 是一开始 我有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工作 压力比较大 那段时间 我就是算我的至暗时刻吧 那段时间 他对我挺上心 也挺热心 后来呢 后来他问你做什么了 后来他就真的 也没有做过什么 更多的让我觉得 我有幸福感的事情 这位男士 我跟你说哈 就咱们还回到 刚才你们俩一块吃饭 我特别相信 第六感和磁场 一个女人的第六感 特别强 她走进你们合租的地方 让他感觉到难受了 他使唤你 让他觉得自己很多余 这就是你的不对 真的 所以我就是有些疑惑 我是说他把我的位置放在哪 所以以此你觉得他的边界 不是很清楚 对对对 除了你觉得他在异性的 这个边界不清楚 你俩之间还有其他的矛盾吗 也有 他就是总是忽悠我 他爸妈来北京 就是看他 然后说知道他北京有一个女朋友 想大家一起坐下吃个饭 其实当时我觉得见家长有点太快了 刚相处没几个月嘛 但是我一想人家老两口 从老家过来也不容易 而且知道有一个女朋友在这 我要不出面 我觉得我这边坐得不合适 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一开始都聊得挺好的 他爸妈也挺喜欢我 就觉得我也挺懂事 然后也挺优秀的 都挺开心的 但后来他母亲突然问我 说你都三十老几了 怎么不考虑结婚的事呢 然后我一听就不对了 然后我就跟他母亲说 我说阿姨 小诚没跟您说吗 我之前有一段婚史 哦 你有过一段婚史 对 然后他爸妈当时脸就变了 我一看就不对了呀 当时这个饭就吃得特别不愉快 因为之前我跟他说过 我说我的基本情况 一定要跟你家里说 但是他没说 我就觉得你要是不说的话 或者你家里要真的对 我这种情况的女生 有看法的话 那咱们就别聊了 对吧 就是他这种做法 让我觉得很不妥啊 就是我不知道 他前面埋了多少雷 他后面又要埋多少雷 然后未来 如果遇到大的事情 他还会不会埋雷 我到时候还能不能再接受 不是说不跟他们说 就是原来 我也有 有那个朋友 就是结婚 跟了一个离异的嘛 我就提了一嘴 就是我父母的反应 稍微有点大 所以说我准备 就是慢慢渗透一下 就是做做工作嘛 那不可能说是 他们说不同意 就我就不同意了 不能这样啊 其实是你明确的知道 你爸妈是反对 你找有过婚室的女性的 但是你自己不介意 是吗 他们那反对吧 就是有一些反对 不是特别特别严重 就是需要做工作 做工作是可以满回的 但我觉得你没必要欺骗我呀 我又不着急结婚 对吧 但你现在弄得我很被动 我怎么再跟你爸妈相处 好像我让你隐瞒 我之前的这个情况一样 就让我就很难受 这我认为你想多了 他是认为他自己努力的 去做工作 但他没必要欺骗我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 突发的偶然的状态当中 把这件事情揭开了而已 但他如果提前跟我说 我还没跟我爸妈 说你的这个情况呢 那这个犯我是不会去的 你当时知道 他的这个婚室的情况 你自己对这个事情 有什么想法吗 我没有什么想法 我不会很介意这种事情 我觉得他心里是介意 是有芥蒂的 不然的话 他没必要这样瞒着 那他的爸爸妈妈 现在知道了你的情况 他们还支持你们在一起吗 我父母不经常提吧 只是会问我一些怎么样的 我说挺好 但是没有说不允许 如果你要是说 你未来要娶他 你爸妈会同意吗 就是得做一点工作 不会很痛快 所以其实现在爸妈对你的态度是 先放任不管 你们俩先自生自灭 如果要是走到那一天 再出来反对 不不不 就是先看看 他们就是先观望一下嘛 你有规划你俩的未来吗 属于怎么样规划呢 你们两个人相处大概多久 要谈婚论嫁 我想要明年吗 你想明年 时间点都有了 你的想法呢 我今天的想法就是 我这份感情 还有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 我觉得很累 跟他在一起 所以你今天来我们节目的目的 其实是希望老师们 帮你分析一下 这感情要不要继续下去 对对对 那男生你呢 我其实我没什么想法 我觉得他都是小题大做 再就是他总是 哎呀 把他的想法强加在我的身上 就有一种上下级的这个感觉 我看着也挺像 就是有的时候 我就已经不会做我自己了 但是你依然坚定地要娶他 我觉得这些我可以克服吗 你可以克服 就是说这个东西 没有说两个人在一起 就肯定哪都合适 都不吵不嗑不碰的 那这些东西摸没了不就好了吗 至少在原作性问题上 你是接受的 我可以接受啊 他有过婚史 可以 年龄也比你大 是 都可以 可以啊 知道你们俩的诉求之后 就好办了 我们先问今天同样来求助的 徐先生和王女士 你俩怎么看呀 我觉得吧 就怎么说呢 男生吧 你这真的是女生 都给你那么好的机会了 你也抓不住 不是说我不抓住这个机会 只是说我现在还不想再去 二次创业 创业失败了一次之后 那不从底层做起不对吗 那你说你 你干啥行啊 你干啥行啊 你告诉我呀 我干啥不行 我一个月挣一万来块钱 我干啥不行 你告诉我 我干啥不行 一万块钱多吗 我问你呀 你挣多钱 那我现在能告诉你吗 我想替这个姐姐说个话 人家费那么大心 那些组织酒局 你这还不参加 还给人家走 让姐姐多 多美妙啊 和这你俩都帮他的 都帮女生的是吧 我感觉是 姐姐仗战力量 我觉得女生 真的是 你说女生都使这么大劲了 你说你演一个当男的 你说 你说你怎么回事 这是啊 我就纳了闷了 我有工作 我没啃老 我靠自己勤劳的双手 我怎么就不行了 其实这样 你们两个其实不太合适的 他其实就想要一个 平静而美好的生活 他并不想过任何现阶段 他冒不起风险的事情 他其实是一个 可能比较知足 常乐的一个这样的状态 就确实是这样 就是人家自己过得开开心心的 然后就没有必要说 对我挑三拣四的 而且这个事情 又不是我自己想做的 所以我觉得 他其实不是你想要的 那个对象的样子 那么还有第二点 就是说我们要考虑一个 非常现实的情况 就是咱们现在确实是 离异带娃的状态 就是以他现在这个状态 他又没有办法以后 很好去照顾你和你的孩子 你需要的是一个 内核特别强大的男人 我觉得就是这小弟弟 谈谈恋爱可以 他人挺好人 但是你说让他现在 扛起来这个责任 我觉得他现在都没有办法 扛起这个责任 因为他跟你无法共情 一个男人 他跟你无法共情的时候 说明他是向上仰视你 一个男生向上仰视你的时候 这个女孩就会特别累 就是你未来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和精力去帮助他成长 这个时间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还有一个就是 你很勇敢的在他的父母面前 说出来说你离异这个事情 但是你要就是说话 有的时候就是也要站在他角落 去想这个事 就是你要去考虑说 弟弟他做这个事情 归根结底 可能还是想要跟你有一个结果 就是很多时候 他出于好心 会办很多坏事 在你眼里看来 因为你们俩现在 成熟度不在一个层级 所以我不建议你现在 去跟他结婚 那说男生小陈 你应该非常直接地告诉姐姐说 我现在就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我 我说了 但是你要用对方听得懂的方式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讲话经常别人听不懂啊 是有的时候我觉得 我会我怕会伤害他 但是你不说实话 或者你不依正这些的说 你会给别人希望 我告诉你 你们俩的恋爱成本 它比你高太多了 还有背负的东西太多了 你无法想象 你没有经历过 每个人的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 人生履历也是不一样的 你不知道他上一段感情 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阴影 你在这段感情里面 唯一能够让他跟你走下去的动力 就是你绝对坦诚 绝对真诚 我现在觉得你对他不够坦诚 不够真诚 还有一个就是 不要为自己的躺平 去让你的情感来买单 知道吗 就是你自己的人生 则也选择 但你不要去拖了 另一个人的人生 这也不是爱 这绝对不是爱 最后我要说的是 这是一个你最大的原则问题 我觉得你现在特别 不适合结婚的点是 你居然可以跟 另外一个女孩子 在一起同居 这个事情 我觉得匪夷所思 不是都说了 这个合作 是人中介找 那人家女人进来住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如果真的这么爱她 她不舒服了 你这个钱不要了 你不要这个钱了 你重新去租一个房子 不是做不到的 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你爱的代价 就这么小吗 你这个权衡利弊 也权衡得让人太难受了 你们两个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你让你的女朋友 怎么想 你换位思考她了吗 那我说 我等这个房租 都弃了不行吗 不可以吗 谁挣钱容易吗 所以你看 她的钱和你的感受 这是她选择的钱嘛 我只是觉得 不应该这种浪费啊 所以她就应该觉得 她不应该选择你 她要选择的是一个 愿意为她舍弃这个房租 以她为主的人 好好好 你家是个儿子吗 女生 女儿 我给你两个建议 如果你想给你 接下来 一段时间 以及未来你的女儿 找一个很好的陪伴的话 之前的她 是特别适合你们的 因为你本身之前 找的就是一个暖男 但是你后来 跟她谈恋爱过后 或者等到你疗伤过后 你的人生方向变了 也就是我给你第二个方向 你可能需要找一个 愿意跟你共同去打拼的人 可能跟你共同打拼 或者你能够让他去打拼 但是很抱歉 你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人 因为你没有投资眼光 你并不知道 他是否适合去创业 你也不知道 他的能量 是否能够 把这个创业项目做好 他曾经有过创业经历 不代表 他是一个适合创业的人 创业者需要具备的 第一有想象 第二能落实 他做不到落实 所以我说 你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人 你没有一个好的投资眼光 你如果去逼着他 去投资去创业的话 他注定会失败 你注定会失败 你们的感情注定早就没了 他要是早听你的去创业 你们俩早散了 所以你得想清楚 你到底要什么生活 你就想要一个陪伴你的 能够知冷知热 关心你的人 他适合 接受他这种放松的生活状态 但如果你说 不 我不要放松的生活状态 我需要的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创业 我需要是我老公 可能在前面 受人仰慕 他不适合 那你直接选择就好了 你无需等待他改变 他永远改变不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男生 有一点最好的吸引你的地方 是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人 因为他不会被别人 所说的一些话所改变 我不要你给我房子 如果他真的住到你房子里面去 你早看不上他了 如果这个男人 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你也觉得没意思 天天黏着我男人 有的是啊 北京不是没有这样的小弟弟 你也看不上 所以因为他有独立的状态 他有他自己独立的想法 你才觉得又放不下他 但是你自己内心里边 到底是要一个拼搏的 事业型的男人 还是想要一个温和的 陪伴你的男人 你自己不清楚 所以你才会不断地逼他改他 但抱歉而改不了 所以对于男生来讲也是一样的 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女生 你是喜欢一个精英型的姐姐 她可能有她的想法 她的工作能带给你很多的激情 她有很多的在工作方面 她稳定的情绪状态 你不具备 你是知道的 在投资人面前肆意离开 你还不给面子了 我甭管你做不做那个项目 你曾经是创业者 你在那个饭局上 你说不出来 那你就是在职场上面 有问题的 所以你欣赏她的那个理性的状态 但是很抱歉 你都知道她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你不如清晰地表达 你说我欣赏你 我喜欢你 但可能我永远做不到你想要的一个精英的 或者一个创业的男人 也许我十年过后 也许我可能突然醒悟了 但也许我可能永远做不了 你们两个不妨讲清楚以后 各自做选择 虽然选择很痛苦 但是选择过后 你们才能获得你们想要的爱情 或者才能获得你们想要的人生 还有 带她见父母太早了 没到那个时候呢 除非你真的是想清楚了 这个女生我能够搞定我的父母 结婚就算了吧 你俩这个状态 我觉得结婚是没必要 而且也结不了 因为很多的现实具体的情况 都没有想明白 没有想清楚 你觉得你父母是慢慢灌输 能接受的 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可能会是一道很大的障碍 总之你现在的这个能力是达不到 是需要很智慧的一个男人 去解决这些问题 你不具备这个能力 所以结婚这事算了 接下来说谈恋爱的事 你们俩其实就很多的问题上 都有很大的差别差异 他就是一个觉得 现在的小日子 过小日子就好的人 你是一个需要生活 有目标有规划的 甚至你觉得 如果没目标 不努力 没有规划 他就是躺平 可是在他看来 他现在的日子过得 他没有躺平啊 他依然每天在上班 他还可以说 他我很阳光积极 我拜托 我周六日还要去骑行啊 我怎么躺平了 就他的生活 他是有规划的 他没规划 他礼拜六日干嘛去骑行啊 这也是他人生规划的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他的三观 你的三观是那样的 所以你现在就开始 已经开始用我的三观 来绑架他的三观 所以你不舒服 你累 他也不舒服 他也累 那第二点呢 就是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一开始爱上对方 是带了滤镜的 其实当你真正发现 时间长了 这个滤镜摘掉了之后 你并不爱对方 很简单的 一个眼睛看得出来 你们恋爱 才不到一年的时间 如果是真的很喜欢 对方对方的那个人的话 他在他周末去骑行的时候 一定要加入的 因为我要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每一分每一秒都想和你在一起 这是你的想法 而他会有什么想法 我这刚才恋爱 这一年 我得先陪我女朋友 我骑行先放一放 就是两个人都是相互前 就相互要往一起 溺乎的那个状态 你俩没有 就是你们两个人没有一种链接 这个链接叫爱 那就分开吧 没必要强求 我觉得他俩总体听下来 我认为他俩是互相还是喜欢的 我觉得彼此之间是有真心在的 可能从相处模式来说 有的人觉得你俩像姐姐带着一个弟弟 有人觉得像领导和员工 但是相处模式它不是一道数学题 没有合不合适 只有愿不愿意 所以说通过我的感受 我觉得他俩是互相还是喜欢的 至少男生还有畅想过你们的未来 然后总体听下来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事业 其实女生的出发点也是好的 他是希望你更好 还有一点 就是说到女性离婚 女性离婚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 多么羞耻的一件事 一个女人 她独立 自信 优秀 漂亮 并且感情 她能够拿得起 放得下 怎么了 有什么可羞耻的 谁的青春 没有伤痛啊 还有就是 男生中央空调合租的事 钱呢 现在是可能比较难挣 但是 也是很重要的啊 在生活中间 但是 你要把握这个尺度 孤男寡女共处一事 不合适 真的不合适 我觉得 我觉得你俩现在不合适结婚 但是合适谈恋爱 因为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块 好多人刚结婚 哎呀 我明天就去领证 啊 特合适 哎呀 半年就离婚了 好多人从来没有领过证 可能他俩过了一辈子 这个东西 谁也说不准 所以就听天有命吧 我觉得就是过好每一天 只要你俩真心喜欢 哪怕吵吵闹闹的 即使有一天 分开了 你俩也爱我所爱 无怨无悔 就OK了 人生没有对错 怎么选择都有遗憾 这就是我的看法 确实 男生三十 女生三十四 我认为你们两个人 还真合适结婚 虽然时间恋爱只有一年 女生是做投资的 所以经常渴望着 去投资别人 尤其想投资自己的男友 你刚才口口声声说 这个男人躺平 这个男人不求上进 但是我听你举的这些例子 很苍白 确实很多人说 一个男人 我可以没钱 没房 没车 但不能没有上进心 但是在他身上 我看到的那点阳光还在 那点踏实还在 那点上进 他依然在 但是你呢 对他期望值也很高 希望他去做这一个风头 去做那一个风头 但是他不愿意 这就如同 你不愿意去骑行 是同样的道理 我从哪一点看出 女生对男生依然是有爱的 他的女人缘 你暴条如雷 耿耿于怀 这说明 这个男生是走进你心中的 如果你对他的爱是迷茫的 你根本不在乎 走就走了呗 但是你没有 男生对你的爱 很显然 他连 怎样的 小心翼翼的 去说动自己的父母 他有自己的规划想法 但男生有一个问题 确实和异性合租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你认为自己没有问题 心底无师天地宽 但是你不是异性绝缘体 万一有一个插枪走火 后悔来不及 所以求同存异 有问题 我们去化解问题 解决问题 如果有信心 那就走进婚姻呗 启平老师观念还挺不相同的 你看我就觉得没爱 一开始是带爱的滤镜 于老师就觉得你们有爱 白老师也觉得你们有爱 我依然保留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有爱 我觉得 就是你们两个 可以再好好想一想 反正也不着急结婚嘛 对吧 也不是此时此刻 我们再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 今天这两组嘉宾 他们到底是如何选择自己的感情啊 好了 我们准备期待一下结果 三二一请开门 我真的蛮期待他们出来 我也期待他俩出来 你们的期待落空啊 我不期待 我也不期待他俩出来 也不合适 对我也觉得不合适 没了 我期待 好吧 我也是期待 祝福他们吧 这个结果不一定得了分开啊 可能还需要再考虑一下 但只是在这个时间段 我不决定在一起 好